开始 hello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杨西纯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居家生活 这是我妈 hello 大家好 这是我姥 hello 大家好 这是我姥爷 大家好 我每天是这样的 我每天大概5点半 我每天大概5点半 5点半谁信呢 6点半还差 6点半8点半 7点半吧 5点半不起 等我说 6点半都不起 我每天大概5点半 7点半 谁信呢 我每天大概5点半 起床洗漱 然后每天至少做500个服务程 听得去 然后运动完我就会出门买菜 大概8点左右 我会给家人做早餐 然后叫他们起来吃早饭 谁信呢 就你老是老是老一个人做你做早的话 真有意思 你说打个下场 不行 我不能跟你做了 丢人一下 等会儿 然后我老他们每天都能吃到我清宿做的早餐 变每天不行 哪一天哪 哪一天哪 哪一天早餐是你做的 哪一天早餐是你做的 你要是那么小 我天哪就会做啊 然后吃完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都会出去遛狗 回到家给狗 遛狗啊 等你老爷遛狗 回到家给狗 洗完脚之后呢 我会就去做家务 每天都 我没有一样整事 每天都会脱地洗衣服 天天地你脱掉 衣服你洗掉 哎呦我天哪 然后 你就告诉老师 你说我成天就躺着 不梳头不洗脸 光大咬牙子 看一个背 然后我每天都会脱地洗衣服 然后看看家里还有 我能为家里干什么活 然后今天我做的是 锅包肉和咖喱鸡 他们也非常爱吃 对吧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我又会出去给他们买水果 因为每天的水果 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然后之后呢 我会预习和复习 之前老师上课 讲过的课程内容 然后学习完之后呢 我会跳个舞 放松一下 之后我会上 上床背英语单词 然后我俩还会在我睡前 给我读英文的小故事 他之前是 他之前是 你问老汇说过呢 他之前是 嗯 他是 英语的高级教授 然后 哎呀 吹大出来 太能吹了 这教授这个模样啊 然后给爸爸削扒瞎了 我下次我介绍吧 老师好 我是朱叶的妹妹 老师好 我是朱叶的父亲 老师好 我是朱叶的妈妈 因为妈妈第一次 这么温柔讲话 那么三别的太辛苦了 别动 别动了 保持不动 肠就可以剪 我每天都会 我天呐 这老师增在的 我每天都会五点钟起床 下楼跑步 嗯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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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他的机身体 是啊 这就是催你们不打头 不要笑 从五点钟开始 来呀快一点 我先给剪 我每天 我每天都会五点钟起床 下楼 泡八公里布 然后我在下面会运动两个小时 再上来 回来 回来我会叫爸爸妈的起床 然后我会给他们做早饭 哎呦我腿别心 妈妈一个我吃的时间我早饭了 哎呦我瘦不了了 我到了早午正午午饭的时间 然后我的妈妈会一般会点菜 然后会给她做一些她喜欢吃的东西 她一般会喝奶茶然后再炒两个菜 然后我爸爸喜欢吃面 我还会给她揉面干片 她喜欢吃 她喜欢吃手勾面 于是我会给她揉面 活面 然后我的爸爸 他精通很多种语言 日语 法语 英语 爸爸 又英语打个招呼 帅 怎么说呢 powiedz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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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妹妹你来一段 啥 你爱我爱你 太田 我这浮了老师 这些 妈妈我觉得你来一个或者干什么 或者你说点什么 嗯 好说两句吧 嗯 我的女儿特别有点特别多 在家里也挺挺快的 还偷偷地洗吧 尤其是个人都整天都挺做的 一会儿整齐 家里的近 有点紧过的吧 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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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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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眼睛都等鹿肉 说嘛 大家好 我是厦门大学加根学院电子商务管理专业 2020级的抑郁节 然后我的暑假规划是这样的 我早上 又脸中 我都不相信 说司法 大家好 我都不相信 说的 说的纯粹假话 哪个小码 你自己说 鹿脸中起床 哪个不小码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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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上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再说 鹿脸买起床 这个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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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早上六点半起来 先去楼下 晨跑两公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听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 在那些号 你 先去楼下 晨跑两公里 然后再回来 给爸爸妈妈做早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跟他说晚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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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金管学院物理外包2002班的王熙桐 大家好 我是王熙桐的爸爸 王向智 哈哈哈哈 啊 没有学生人吗 请去哪 哈哈 嗯 大家好 我是金管学院 大家好 我是金管学院物理外包2002班的王熙桐 大家好 我是那个王熙桐的爸爸 大家好 我是王熙桐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王熙桐的妈妈 大家好 再来我来给老师汇报一下我寒假一天里的时间安排 首先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哈哈哈哈 真是 哈哈哈哈 你敢买点血 好办啊 首先 哈哈哈哈 首先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加油跑两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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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快回家给爸爸妈妈做饭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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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首先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带着我跑两圈 然后 我赶快回家给爸爸妈妈做饭 你全部都是宣传的天赋 鬼心不鬼心 你们看 首先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下楼跑两圈 然后我赶快上 然后我赶快上楼给爸爸妈妈做饭 做好饭之后 然后我及时叫她们起床 八点钟 爸爸妈妈和弟弟开始吃饭 我就开始做家务了 你不要说你见到妈妈我都不干 你学得长得多 妈妈也太忘了 你就学得你八点 然后回来帮妈妈做好饭 然后吃完了帮她做了家务 收拾点卫生产就行了 你别做这个事 一看就离不 八点钟 我做好饭之后 我们大家一起吃完饭 然后我帮助爸爸妈妈一起收拾家务 八点半之后 父母开始上班 我自行在家里阅读一小时 提高 提高 我自行在家里阅读一小时 提高自己的词汇量 九点半到十点半的时候 我辅导我的弟弟不习功课 不习完功课之后 十一点 我开始准备我和弟弟的午饭 我的爸爸经通中文和法文 不要这么傻啊 让我的爸爸用法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法文是什么 我的妈妈用英语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love everyone 我的弟弟精通中文和日文 让我弟弟用中文用日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优秀 巴嘎 下面 下面 让我的妈妈说一下我的优点 什么 下面 让我的妈妈说一下我的优点 我的女儿王西桃 是一个非常乖巧 懂事的孩子 自律心也特别强 自律心也特别强 优积心 有优积心 有优积心 善良 然后呢 兴趣爱好一瓶网饭的 好 接下来让我的爸爸说一下我的优点 我闺女每天起床太早 完事以后起床以后都跑得没完 回来以后做饭做得特别好吃 就是 很感动 希望我一同再接再厉 谢谢爸爸 下面让我自己介绍一下我的优点 没啥 你得以后烧着背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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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剪了 乖我成天落吧 你跟我们这样学这些话 我这年还有一点窝子 半天早上都是五点钟起床 然后下楼刨一个五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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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我是215学的学生李文婷 接下来我做一下我的暑期汇报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 然后下楼围着小区跑一个五公里的晨跑 然后 然后早上起来 跑完晨跑之后 我会上楼给我的爸爸妈妈 你别乱手 我会给我的爸爸妈妈做一顿丰盛的早餐 然后不是他们起床给他们穿好衣服 穿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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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的穿衣服 穿好鞋子 穿好鞋子 别说 各位别动 穿好鞋子 然后 他们就去干干自己的事情 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坐着家务 拖拖地洗洗衣服 到了中午之后 给他们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的爸爸平时喜欢吃西餐 我的妈妈喜欢吃中餐 所以我一般 哎呦 我怎么 你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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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一般都给他们分开做 你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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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 我肚子 我的爸爸体格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很多肌肉 因为我的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散打冠军 接下来让他给大家展示几招 展示 第一招好 第二招 好 好的 我的妈妈是一名著名的舞蹈家 接下来让她为我 舞蹈家 接下来让我的妈妈为大家舞上几段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人文传媒学院领舞班的学生 以下是我寒假作息生活规律的安排 我是修立军的妈妈 我是修立军的爸爸 寒假里面早晨我会六点钟起床 然后下楼跑两圈 跑完步我会回家给我爸妈做早饭 我会回家给我爸妈做早饭 8点钟他们准时出门上班我会留在家 8点钟他们出门上班之后 在8点钟到9点钟这个时间段 我会看一本书 阅读 提高自己的阅读量 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 我会给妈妈把筷子跟碗都刷了 我爸爸精通中英日三门语言 打个招呼吧 英语 日语 默奏 来 我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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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还有你 那个 巴格亚鲁 我不是多 很明显 好了好可以说了 那你会说什么 那你会说什么 好的 你坐这了 接下来请我妈妈说一下我的优点 怎么回事 西里均的优点很多 一三二一开始 西里均的优点很多 多成六点起床 学习 丹脸身体 读书 学书 大特卫生 接下来请我爸爸说一下我的优点 干活也挺积极的 小老板有点也不吃了太多 哈哈哈哈 这就是 走货了 那你不喝多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的寒假一天的生活安排 谢谢老师 拜拜 老师好我是环境艺术系环境设计 B214班的张少雪 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在假期的日常生活 每天早上呢 我会选择六点起床 然后出门 它正在摸下呢 你还选择 杀利 想要换 对 不是我 我一会是可以叫 挑笑 挑笑 行 你这边你整下 整不过 你这挪了一会儿 你这儿 哪挪都不如你再没擦过来呢 不如 不如 挂着面吧 不如你凉了 挂着面吧 不如 我们也跌了 跌不如 每天早上 你不要卡手机 你卡整个绳子 不要想老了想了 又找想了 你找这人 注意现象 你卡10片 大约6点起床之后 我会出去晨跑10公里 跑完回来之后 因为比较早 我的爸爸妈妈还在睡觉 我会去厨房 为他们准备好精致的早餐 然后给他们做好 并且叫他们起床 在他们吃完饭以后 我会刷碗刷锅 然后把家里的卫生打扫一下 我的妈妈精通中文和日语两方面 我的爸爸精通中文和日语两方面 接下来让我的妈妈用英语 给大家打个招呼 英语怎么打 hello hello 让我的爸爸 不动 不动 х 我两个 destroy 我lr 软 不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